可以留意複星医药是2019年6月份 複星医药的原因是疫苗相關 因為它有伯必泰是大宗華區的獨家銷售 它和大宗華區本身都有JV 但確實未來會在內地生產MRNA的疫苗 大家都知道現在正在討論病毒共存 和病毒共存需要兩項 一個就是有效疫苗 第二就是治療新冠肺炎的特效藥 這兩者MRNA疫苗本身未來的開發前率比較大 除了可以有機會防疫新冠外 同一時間可能將其他疾病流感 其實都可以併入一劑疫苗 同一時間MRNA這個技術 其實就可能伸延到其他疾病的防止 甚至癌症的疫苗 其實有部份公司都在開發 由於複星和Biontech有一個JV 所以未來如果在MRNA方面 研發一些新的進展的話 所以複星都應該優先可以使用到這個技術 所以現在這個背景下 因為某些原因導致複星出了一個明顯的調整 現在調整到其實都是支持的低位 大概就是57-58元這些位置 應該都可以是一個短暫的有機會入場 因為看回美國的白天或者MRNA 其實經歷了幾天的調整之後 其實現在都提建了一個明顯的支持 相信複星短期的走勢 都是跟隨這兩隻去行 所以就57-58元這個可以入場的機會 短線就未必可以即時破頂的 但是就看回它炒上去之前 就是跌幅一半的位置 大概75元這些位置 可以做一個短線的目標